前段时间,消失了很久的胡歌,因为一条微博再次上了热搜 胡歌微博2020年4月15日,胡歌与青年导演周子阳 受邀前往G7公路沿线内蒙古俄纪纳奇 参与一年一度的春季种植 在这趟旅途中,他们遇见了三位家园守护者 班兜爷爷他的老伴,在两三年前去世了 他回到那片满在记忆的土地上蓄水珠吧 经过一番努力,哭死多年的胡扬奇迹般的冒出了心芽 其实奶奶未曾离开,生命会以别样的方式绽放 苏和爷爷苏和爷爷放弃了原本非常好的生活 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黑城旁边,只为守护这座古城 这里早在14世纪中期,就因为水源枯竭已成为沙海中的孤城残址了 2000多年前开辟的丝绸之路的北线居延北线,就在黑城附近通过 2001年6月25日,黑城遗址作为夏制园十七建筑 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归入居延遗址向中,苏和爷爷这一首便是16年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周边种树绿化 不想黑城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朱拉夫妇这是一对年轻人,他们扎根荒漠,大规模种植缩缩 其实,公益事业离我们并不遥远 它在于你肯不肯,只要你肯,每天我们都可以做公益 下面给大家看一看我参与的公益项目 看了你就会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公益 我的公益途径主要是支付宝公益 1.蚂蚁森林 蚂蚁森林是用绿色能量来种植树木和保护各类野生动物保护地 绿色能量的来源可以是绿色出行,生活缴费,绿色政务等等 截至目前我在武威,鄂尔多斯,呼和浩特,通辽,阿拉扇等地区种植了8棵树 并在加塘,光青等地守护了12平方米保护地 在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和太太就能够在形台种下一颗侧摆 2.蚂蚁庄园 蚂蚁庄园是通过款线爱心,来支持各类公益项目 截至目前我参与了49个公益项目 共捐赠爱心861颗 3.支付宝运动 支付宝运动是可以将每天所走的部署,直接捐赠成金钱 并且还能够通过走路线赚取金币 金币可以捐赠修建足球场 截至目前我通过走路线,共捐献了3620金币 与广大公益爱好者在云南、甘肃、四川等地 共同修建了16个足球场 让当地的中小学生有了正规的运动训练场地 行走捐共捐献了115元 4.芝麻信用 截至目前我通过芝麻信用 共捐赠720粒芝麻粒 用于建设共享图书角 广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投身公益事业吧 我们可能没有班都爷爷他们那么伟大 平凡的我们也可以散发热量 水滴虽小,但只要坚持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也会逐渐汇聚成大江大河